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9月5日星期四 而又一段新闻 我只看到了标题 我都不想点开里面是什么东西 但是我还是 怎么说呢 还是聊聊吧 为什么让我们牵绊这么多 国足零比气惨败日本 引发热议 足球下一步该 国足下一步该怎么办 有的说 我觉得我也自己问我自己 我还是求迷茫 我也不知道 但我只是还记得 对吧 我们那时候上 你说还是上高中 我记得应该是在高二 对 那一年就是 米卢带领国足冲击世界杯 我们在学校里面 我们是封闭式的学校 你没有办法出去去看足球了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下课了或者怎么样 我们是拿收音机 听的 对 一个小收音机 或者几个同学在一起啊 我在一个小角落里啊 背着老师 背着老师啊 去去听 我还清楚的记得那天晚上 我提前出现啊 提前 对吧 提前小组出现的时候啊 没有电视 没有什么 但是整个学校就是沸腾了啊 这样 那是一个晚上 对不对 你把自己老过 估计老师也知道是什么原因 对不对 那我们听到直播的时候 大家一起欢呼 一起 对吧 同样的对吧 进入世界杯之后 又能怎么样对吧 你还不是零比二 零比三 零比四 输了 对不对 但是即便是输了吧 也是输了 也挺无奈的 但是呢 但是你起码 你也开心过 对不对 你起码你可以看到 他们这些运动员 其实还是在拼的 还是在努力的啊 但一晃这又过了二十多年 我们就再也没有进到世界杯里面啊 真的是越踢越烂 就是可能后来我就慢慢慢慢的就不再关注足球了 嗯 只为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我肯定也没有看啊 我好久不看国足的比赛了啊 所以我现在心里也平和了 那反正最后比赛什么样的结果 对不对 你之前对吧 你也输什么菲律宾泰国 对不对 啊 都都输都不知道多少了 嗯 就完全的就是 怎么说呢 已经已经已经都完全免疫了 啊 啊 好吧 我们还是 但是呢 虽然说我没有看这个结果 但是我还是想想聊聊这个这个足球吧 相信怎么办啊 我也不知道啊 什么原因导致的 对 我可以对比一下丹麦啊 对比一下什么啊 嗯 我记得那时候 我我有一次出去旅行的时候 我碰到了一个 嗯 大家一个同样是出去旅行的一个朋友 不是也不是朋友吧 对吧 大家就是在一起在一起先聊天嘛 对 嗯 当时那个人他曾经是在大连那边 嗯 也不算是职业进度员吧 反正他也是踢足球的 嗯 然后我们就开始聊足球这些事情 然后他跟我的说是他 他他他他他在他看来啊 就没有任何的机会 嗯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在他们那边踢的好的 你根本就进不了 就我们都不用说国家队或者什么 你连就是说呃 有机会进那种职业训练的俱乐部 你你都进不了啊 你因为你知道你要给那些教练呢 或者是球探塞很多钱 对 很多期踢的好的人 对吧 呃 这个靠天赋的 也许你家里很有钱 对吧 也许你家里没有钱 啊 这个都是随机的啊 真正踢的好的人也不一定家里都非有钱 嗯 对吧 家里有钱的 对吧 也 也不愿意大家去去去去让大家去把钱扔到那个里面去 嗯 也有的人给钱 对不对 就是因为给钱的 那给钱踢进去并不是踢的好的 所以说 这就是你看 就是最底层 他吸收运动员的时候 都是这个样子 那更何况再往上呢 对不对 你比如说 对吧 你都不是说这种小的俱乐部 就是一个什么 什么更稍微一点的 对不对 你们校俱乐部 或者是你们省的那个什么什么俱乐部 都是这个样子 慢慢的他各个各个什么 当时叫假一联赛 假一联赛的各个俱乐部呢 同样是一个样子 对不对 你不给教练钱 你不给球团钱 你根本就进不去 谁来培养你 对不对 你没钱我干嘛来培养你呢 对吧 我平安培养那个人不好吗 嗯 然后同样的 对不对 李铁为什么会逮起来 还不是说吗 对吧 谁想进 谁想进那个国家队 那你不得给他钱呢 你以为国族天天被骂 那很多人想进的 对不对 你如果你进了国家队 这个人进了国家队 那他在俱乐部里面的 拿的薪水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你如果没进国家队之前 你如果什么年薪一百万 两百万的 对不对 你进了国家队 那可能后面加一个零了 你年薪就一千万两千万了 所以说有很多人给他送礼 去去几个头往立进 对吧 你国家队的人 是靠钱堆出来的 那是靠实力吗 不是靠实力 就就是这个样子 中国这里面 这个足球里面充满了腐败 即便是习近平特别爱足球 他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因为什么 因为习近平是解决不了腐败问题 他根本就解决不了 所以说你怎么能解决足球问题 这也是一个无解的一个问题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原来也听过很多的人说 还有是我们 就是我们叫什么 踢足球的一个 这种按比例分的一个人数 好像我说 我听说那个 好像中国就是 踢职业足球比赛的人数 可能不到五千或者一万人 然后对吧 你比如说冰岛 冰岛二十五万人 他也能听到 对吧 他如果冰岛二十五万人 我估计得有一半男的 我估计得有一半男的 或者是对吧 都喜欢 那比如说冰岛二十五万人 对吧 他有 他有 比如说他有十二万五 是那个什么 然后他有一半的男的 就都喜欢足球 都去踢的话 那可能六万多人 那你比中国 你五千人来说 要多的多的多 所以说冰岛的足球 比中国要厉害的多 正正常 丹麦也是一样 对不对 丹麦的小男孩 连我女儿他也喜欢踢足球 对 很多人喜欢踢足球 这就是世界上第一大运动 无可置疑 毋庸置疑 所以说你整个 整个国家或者怎么样 他 他都喜欢 喜欢他就愿意踢 很多小孩都自己去跑去踢球的 他们这边北欧有大量的一个时间 对不对 但都愿意踢 天天 每周末都有比赛 并且有很多的场地 很多的 并且非常便宜 所以说中国还是人口技术的问题 有多少人踢足球呢 我们小的时候 如果说你跑去踢足球了 那是什么 那是你不务正业 你妈妈回去 对吧 晚上回去吃饭的时候 会拿大耳瓜子抽你的 你会不好好写作 也不好学习 跑去踢球 一踢踢一下午 对吧 对吧 一踢踢三四个小时 我小时候就是这样 对不对 我小时候也是经常喜欢踢球 跟小伙伴一起踢球 但是我们连个足球都买不起 你知道吗 当时我们几个小伙伴 我记得足球多少块 三十块钱一个 那我们几个人凑钱 一人几块钱凑在一起 买一个足球 咱们一起踢 别说什么 人着急不起 对不对 你今天招这个人说 我不行 我今天我妈必须让我写作业 我不行 我今天我妈必须让我去干活 都着急不起 然后踢球的地方 那更找不起了 别说 你就别说 别说草皮了 我们踢足球的时候 天天被人追着骂 对吧 你帮你说 你踢着我 踢着别人家玻璃了 或者怎么样 你就没有一个 让小孩踢球的地方 没有一块空地 可以让他们踢的 就是很多的时候 你们小孩太吵了 我们不喜欢你 你们就把你们赶走 对 我们都是这个样子 你说你尝试的时候 我没有足球场 我没有踢 你知道足球场多少 对吧 踢场是多少钱吗 我估计踢一场球要两千块钱 你告诉我学生有钱 有钱对吧 你哪怕是对吧 你很多22个人 你每 你每个人拿100块钱来去 你才有可能去租一个场地踢一场球 对不对 踢一场球过着 估计你能踢多少小时 一个小时 顶了天了吧 你有钱吗 你没有钱 你没有钱租场地 你哪踢 大城市里面 你哪踢 马路上踢吗 马路上全是车 你在城市里更没有踢球的地方 连想都别要想 学校里对吧 学校里有足球 对吧 你上了大学 任何人上了大学 你还有机会说 你还能够变成职业运动员 你还能够踢足球去 对吧 想也别想 你的职业生涯已经废了 你年轻的时候都没有训练过 对不对 你到了大学 对吧 你到了大学 你也付不起 踢一场球 对吧 两千多块钱的场地 你也租不起 你在学校里也是一样 学校里那么多踢球的 怎么就轮到你的班了呢 所以说中国踢球的人数 还是太少了 你的基础设施不到 还是差了太远 然后呢 还有很多很多的 这些东西 对不对 你家长也不愿意 让你去干这个事情 然后呢 中国的足球商业化 也不是很好 假球不断 连我们当时 最受感叹的 对不对 我们进不了世界杯 对吧 我们还有一裁判 能进世界杯 最后连那个裁判 都被打起来 你看看 现在的退运动员 有多少个退运动员 都被打起来了 真的是让人唏嘘啊 真的是让人唏嘘啊 我还记得当时 其实我也说不出过来 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做 我是当时还记得 当时我们上高中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老师 过来实习带我们 当时带我们实习的 那个教体育老师 他就是原来建立宝的 建立宝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说建立宝 你知道啊 建立宝他 他选了中国一批 非常那个踢球踢的好的 比如说李铁 他们就是那个 对吧 他们把他们 把这批小孩 送出去 送到巴西 当时我们过来的 那个我们的那个 过来实习的体育老师 他就是 他就在里面的 他比李铁当时踢的都好 就是这样 然后呢 让他把 他们家里没有钱 没有钱让他去 去这个踢球 去变成什么 有一天我会觉得 他们家可能 可能会比较后悔 或者是怎么样的 当时那个 那个老师踢球 非常厉害的 对不对 比如说 我就来说 我们就不管是踢的什么 他踮球 头一直踮 几百个球 头不会掉的 他的球感非常好 对不对 你用脚踮 踮球 我觉得比现在的 这种国家队的人 抢不着多少倍 他当时 他在那个 在建立宝 那个 这种清训队的 那个水平里面 超过李铁 超过他们很多人的 对 然后最后 从那个 清训队回来的 从巴西回来的那些人 有很多人进了国家队 并且在那个 国家队的时候 就是他们 就是对吧 说 后来 还是 还是 还是有机会 去冲击 每次还是有机会 去打一个 什么 每次都能进一个 十项赛 那是肯定没问题的 对不对 你哪怕最后 冲不进世界杯去 对吧 但是 你还是能跟这些 亚洲的 日本 韩国 或者是沙特 或者是伊拉克 你还能踢一踢 对吧 你怎么也不可能 沦落到去 去跟 泰国 对吧 这是 这些 这些 泰国 什么 马尔代夫 不说了 不说了 说起来都伤心 我们再回过头来说 日本 这场球 对不对 7比0 我觉得是真实体现了 这种国族的一个水平 如果说 我估计之前 日本 他就没有太大的压力 打这种 你知道吗 别人碰到中国 对 那就开心死了 那我终于碰到了一个 对吧 我抽了个上上前 碰了个弱旅 对不对 之前日本打中国 对吧 2比0 几比0 2比1 或者什么 他有极大的信息 对不对 我进你两球就得了 对不对 然后我都不上主力的 对吧 上一些年轻人练练兵 他就知道 你一定踢不过他 你明白吗 他为什么现在 对吧 他他现在要怪你7比0了 不是说 日本给你有仇 哪里 那你报仇了 对不对 这样的不好 对不对 因为你踢成这样的话 你下一场也好 或者以后也好的话 中国会会拼了命的 对 会拼了命 对吧 就会有球员受伤 别人都不愿意去 就是说 孙子兵法也说 对不对 你把 你把你的敌人 打到一定地步的时候 不要把他逼入绝境 比如逼入绝境了 之后 那下一场 他就狠狠地踢你 对吧 把你的腿产断怎么办 对吧 那你直接生长就没了 但日本现在这么做 也是有原因的 对不对 他的实际上 在这小组里 不只有他 哪有澳大利亚呀 什么沙特 什么 什么韩国 什么 大家都要看 对吧 最后要看竞胜球的 所以说 如果说 日本说 哎呦 我对你好一点 踢个2比0 1比0 就完事了 那别人呢 别人哪天 那么哪天 澳大利亚灌中国 于10比0 那说不定 日本哪一天 也出现不了了 都有可能 所以说 他不会冒这个风险的 那是第一场比赛 对吧 如果说日本 他都遥遥领先 对吧 在小组里面 遥遥领先 那他可能也 不用惯他个7比0 所以说 你不用怀疑什么 不用怀疑 这个什么 中国怎么样 他中国对 就是这个水平 说白了 你就是被0比7 被惯的 这样的一个水平 如果任何人 如果你不服 你就来 那个什么 他中国就是这个水平 就完全体现了你 对吧 你就打日本 你就提不过别人 就很正常 对不对 那就跟别人打 对吧 你一个比较业余的人 去跟樊振东 打别方球一样 那他他他打你个10比0 或者11比0 那很正常 对不对 你就这个水平 你根本就打不过 这种专业的人 那有什么 有什么可 对吧 有什么可 不理解的呢 是不是 只不过有的时候 对吧 人家不愿意打你个11比0 看着面子不好 去让你几个球而已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还挺好的 经常让大家看看 就是国度的一个真实水平 但是如果真想解决这个问题 难 这把几十年前就是这个样子 你怎么解决 解决不了的 那有太多的事情需要解决了 比如说腐败问题 比如说怎么筛选问题 对不对 你比如说这个 我们 我们所有的人不那么内卷了 你不要所有人都读木桥出高考了 对不对 你让给大家 你让大家放松起来 对吧 你让大家要行行出状元 对不对 都给大家一个不同的一个机会 对不对 你足球也好 哪怕是马术也办 你都可以变成精力精英 才可以 对不对 然后你整个家长也要改变你的思想 说白了像我们80后当家长 我们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 你如果你的小孩天天去踢足球 那你可能担心死了 你今天焦虑死了 对吧 你说你再这样踢下去 你可能连个高中都考不上了 对不对 我们我们也不敢 你在中国就是不敢 对不对 你在丹麦就没有问题 想踢就踢 对不对 没有什么问题 对不对 你最后你的职业生涯也都是可以的 完全没有 没有太大的变化 有很多的丹麦的职业运动员的话 对吧 赚的一点都不少 并且还非常多 所以你看 有太多需要做的 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也许你所有的都解决了 你才能够让中国的足球慢慢的强起来 但是他不是说 你能找到一个原因就解决了 对吧 你解决了腐败问题 主要那几句足球问题就解决了吗 大家大家都天天卷高考呢 谁让小孩自己去踢足球啊 对不对 完了之后你这解决了经济问题呢 你怎么建更多的足球场 你怎么让小孩对吧 更便宜的去有足球教练去踢这些东西 你让足球发展起来 你本让你都能挣到钱 哪怕就是一个小学的一个校队都能都能挣到钱 那才能对吧你才有机会 你才有机会有更多的人从事这个事业 从事这个对吧 你的踢足球的技术才能长得起来 那你的经济对吧 你符合吗 你天天还要求大家去工厂里拧螺丝呢 那你怎么这怎么发展呢 这有太多太多的了 这国度下一步怎么办 下一步还是这么办啊 你还得输7比0 还得输0比7 这就是现在的一个水平 短时间内没有任何的一个解决办法 所以说又泼了一个凉水 就是这个样子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